让我们把视线来转向河南 据河南郑州市防循抗旱指挥部的消息 在郑州地铁5号线720事件当中 有14人不幸遇难 遇难者名单也已经公布 7月20号郑州持续遭遇极端特大暴雨 至地铁5号线五龙口停车场 及其周边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积水现象 5号线一列列车被洪水围困 经全力施救12名乘客不幸遇难 24号下午2点 25号上午6点30分左右 又发现两名遇难者 26号以来 就让人员再次对5号线相关区间 开展了多轮拉网式搜寻 并且进一步扩大搜寻范围 目前没有发现新的伤亡人员 截至27号12时河南强降于 已至71人遇难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而这两天就有一条不到两分钟的视频 引发了大量关注 在暴雨当中有一群平凡的英雄 解救了一家人 7月20号下午郑州市民李女士 见天气不太好 就提前开车去幼儿园 接外孙和外孙女 回家途中的洪水滔滔而来 车子被冲到道路的正中 熄了火啊 李女士尝试重新发动车子 几次都没有成功 她想推门下车 可是车门也没有办法打开 于是她打通了女儿的电话 女儿得知情况之后立即报警 但是电话打不通 此时的自己也没办法赶赴现场 她让被困车里的妈妈 爆出自己的确切位置 爆出周围店铺的情况 然后呢是通过搜索 卖卖和点评软件 最先找到的是附近便利店老板的电话 请求帮忙救人 之后发朋友圈叙述情况 呼吁在车子附近的人 营救自己的母亲和孩子 而接到救助电话的便利店的老板 因为在外面 马上就把这个求救信息 转给了其他人 接到电话的附近宾馆的工作人员 李坤鹏和王志磊 马上冲出去救人 李坤鹏率先爬上了车 先拿菜刀在前封档玻璃上敲了几下 发现根本敲不动 又迅速爬上了车顶 试图敲开天窗 但还是敲不过 而这个时候又有两个小伙子 是努力向车友去参加了救助 其中一个人还帮忙递了一把锤子 然而这个锤子太小了 几次也没有能够砸开玻璃 这时附近一家面馆的老板李翔 也听到了外面的求救 他操起家里的大铁锤 冲入风雨当中 他先在汽车的后方档玻璃上 凿出了一个小洞 透过这个小洞 安抚着车里的李女士和两个孩子 并向旁边的人不断地呼喊 组织救援 而随后李翔是转向了汽车 左后方的车窗 猛砸了三下 车窗终于被破开了 大家先是把小男孩 从车里救了出来 担心他枪到水 有人就传递过来一只桶 男孩呢被装入桶中 护送到了安全地方 很快小女孩也被救了出来 抱上了车顶 他缩在桶里 有五名男人保护 最后是外头和李 外婆李女士 也被成功地解救了 风雨当中 这样的一幕幕太多了 默默相助的普通人 也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是啊